中方要求 彭佩奥全面否定 40年来的中美关系 大肆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 鼓吹全面对华 围堵遏制 耸人听闻 狂言乱语 受到包括美国有识之士在内的 所有爱好和平 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批评和谴责 彭佩奥在讲话中还极力地挑动反华联盟 但他忘了 人类早已经迈入21世纪 鼓吹仇恨 挑唆对立 这与时代的潮流隔隔不住 是开历史倒车 不得人心 彭佩奥口口声声 说要维护所谓的民主 自由 实际上他代表不了民主 自由 他是为了美国的霸权 为了他深厚的利益集团服务 中国人民不是软弱可欺的 世界人民不是轻易就被蒙骗的 我们敦促美方一小座政客 停止造谣污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阻挠破坏中美交往合作的错误言行 我们呼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 站出来 对蓬佩奥支流危害世界和平的疯狂行径 说不 对蓬佩奥支流